佩洛西终于下定决心说要来了 今天 昨天 就沸沸扬扬 台湾这边的媒体就已经宣说他要来的 今天晚上 千万别跑 你千万不要跑 我都已经 司法积极如律令 召唤 召唤老巫婆 很久以前我就提过 这个是不可逆的 不管美军再怎么样 想要阻止他 美援在驱动他 美援在驱动他 然后他的那个妄想 分立中国的妄想症 因为从前面的那个香港新疆的事件你就知道了 最主要是香港的 那个他 真实测通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做预备动作了 那最后失败了 整个香港的那个情报中心都挂点了 那他一定重点磨台湾吗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分析就分析过了 那 那 美元周期我以前也提过了嘛 那收割世界的强盗啊 那 他们本身 美国的国家的体制会走到 这个时候我以前都分析过了 他的成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来针对中国 怎么样都不用怀疑 怎么样都不用怀疑 不管是从时间的角度还是从空间的角度 空间布局时间布局我以前都提过了哈 那个他就是来针对你的吗 用数理 我都可以算出来他就是针对你的 哈哈 最后可以画一个斜景哈 哈哈哈哈 那一定会来找麻烦的啊 一次一次啊 一次不成一记不成一定会再施一记啊 就无可避免就等了 就快了吧 就快了吧 就把他给 close掉 老巫婆今天来就有好戏了啦 有好戏的 都没有退路的 我以前讲过都不可逆的 都要坦然面对 呃 这个就不多说了 因为说了很久了 到最后把这个解决掉 这件事把它顺利解决掉 就 心里就不必再挂这种 这种事啊 两岸这种事把它解决掉啊 把赶快把乌龟王八斤送走 而且前面我已经讲过很多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征兆了嘛 包含在美国出现龟母显灵 对不对 五色旗 你们这些中华民国人 中华民国人啊 那乌龟王八 你的妈妈啊 龟母显灵啊 那龟公要过去数啊 不管蓝绿都是中华民国台湾 乌龟王八斤嘛 那你通通都要走 这个 龟母显灵啊 还有各种征兆嘛 对不对 我以前好像提过好几个征兆啊 那就 我们今天晚上就等 等老巫婆赶快来 你坐着扫把你也要来 嗯 之后我跟一个网友有提过啊 就是等到这事情结束之后就要准备要修中华民国史了啊 修中华民国史 分前篇后篇啊 前或者上中下三篇啊 前中后随便 呃如果分成前面后篇就是大陆跟台湾的时期啊 大陆时期跟台湾时期 呃如果分前中后三篇就是大陆时期 两奖在台湾时期以及 乌龟王八戏的那个时期 分成 所以我在想要修中华民国史 不过这个修史的事情 倒可以让 一些朋友去做啦 还有很多人去做 那如果我要修就要有人 就肯定是修最好的 最好的 因为 都可以预言了嘛 我都计算公式出来了嘛 计算数字出来了嘛 包括里面有很多我没有讲的内容啊 就是 这个 中华民国史 他的那个里面几个王八经的机关 哈哈哈哈 中华民国乌龟王八经 呃那你 所以但也不要一直在嘲笑 骂了啦 因为 呃 从古至今本来就是这样轮的嘛 不同的形态 有不同的局嘛 啊 那他有他的功用啊 那现在功用结束了 所以一定要来一定要点报 一定要点报 然后送他到美国去啊 我前面已经讲过那个要塞巨炮啊 这个也要让他印了啊 所以那个 包含昨天我看到 网友也传了好多图片给我 有些我不影证啊 呃 包含他 在厦门 突然就看到防空导弹 吓一跳 第一次见 他就排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防空导弹啊 那个 他就把他放过来 然后再直接拍传给我 那全方位备战啊 就今天晚上啊 而且晚上 我们这里 因为两岸的民航都已经停掉了啊 因为我昨天去 去 一个洗法店他那边的人就讲 他说他 有一个人他是 本来昨天要坐飞机去 大陆 因为工作的 要工作了啊 他休假结束要赶快回去工作 那结果 突然就说班机要停飞了 最快要11号 情况怎么样不知道啊 最快要11号 那 购票还是可以购 但是就是要 什么时候飞不知道了 因为大陆那边单方面停飞了啊 停飞 几乎停飞所有民航机了 那 我是只问几个人 他们都停飞了 其他我就不知道 但是既然民航机停飞 可是晚上我们都还可以听得到那个 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啊 就是 那基本就是军机了 有时候那个军机 可能 美军不想保护佩洛西 那佩洛西就命令 台湾的那个 要对我 护驾啊 你你你 你相信台湾草莓兵有能力护驾你啊 也许有了 也许有了 反正 反正到最后 他们可能都已经 内幕都已经知道了 他就算来 要打也不会打他佩洛西 一定是打台湾嘛 一定是打台湾嘛 反正 死的也是 你们这些网罢乌龟 那什么关系 跟我佩洛西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来这边做做秀 回去有政治能量 就好啦 啊 啊 那 剩下的烂摊子你们自己收啊 哈哈哈哈 他就飞走了 台湾这边还在做梦 美军会保护台湾啊 啊啊 还有在做梦的 可笑了 另外一则消息就是 那个 那个金正恩 也派他的人啊 要备战了 金正恩 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也 也互相敲电这篇文章 我这边贴给你啊 你们这边看他准备 不是文章 一个 一个通知啦 就是 战略战书协同 那刚好 韩国也是出了一个王八乌龟蛋吧 出了一个 一个狡诈的扇鱼 他不算乌龟 他还没有零 不是 南韩有南韩的功用 我以前也提过嘛 他去带美国的鲨也是带的很努力了 带的很努力了 玩那个 但是他底下总是会有一些 产生这种副作用 这些坏人 所以这个隐稀乐 还搞不清状况 他以为他离开那个青瓦台就没事了 青瓦台 青瓦台诅咒不是指那一栋建筑物 他的那个风水没有搞不懂 不是指你那一栋建筑物 是你这个人的本性 所以他这一次可能金正恩也会 密切观察 我讲过普京会密切观察台湾 那个金正恩也会密切观察 金正恩密切观察台湾 然后 他也会有手动作 那他基本 北韩基本 我认为 只要这件事情解决掉 北韩他已经看 他就要开始动 魔化把南韩给他处理掉了 处理掉 那处理到不会那么快 但是已经也进入到后期了 因为从出现尹熙月就知道了 出现这个美国狗 然后我也提过韩国的那个 党争是很根深蒂固的嘛 所以尹熙月在拼命亲美 甚至还要跟日本和好的时候 底下就有些韩国人会捣乱啊 你可以回顾我的那个 讲韩棒的那个 那个 那个陈毕露 他们是怎么玩党真的 他就是要玩 所以 现在那个底下的韩国人就开始捣乱啊 说要跟日本人呛啊 他绝对会跟你说 所以他的民调一直直直滑落嘛 那个当然是直直滑落啦 不管你选举怎么作弊 他那个也是选举作弊上去的 不管你选举怎么作弊 媒体怎么控制怎么买 就会有另外一档来跟你跟你乱嘛 那个 所以 他很可能也会招惹到金正恩 那 台湾这边解决掉 他那边就 开始谋化他的统一 统一事业了 那个也会 也会 终于台湾也快要摆脱这批政客了 能 蛮多年了 被他们纠缠很多年了 黄巴西也够了也够了 真的你一点用途都没有了 不需要再忍他了 那就真的是可以 布向康庄了 如 之前不是国台办的那个什么主任 还副主任还是谁 对 讲说之后这边的民生就是 税收就是直接用于民生了 不必养政客 也不必养军火商 也不必养那个 美国佬 那就整个盘活 经济盘活 那真太好了 甚至我认为一国两制都不太可能有 不会有一国两制 因为 从香港的情况 香港是顺利接收你一国两制都出问题 更不要说是 台湾你不可能顺利接收的 因为有乌龟王八经 你还把他轰走 怎么可能顺利接收 那所以 一定是 基本 只能 那种一国两制 可能也只是因为你这个特殊状况 有一个特殊的一些行政办法 法律上可能不会有 挺多是一些 便宜之措施了 因为因时因地之不同 在原则上 就是一个宪法一个国家了 尤其游戏下半场是高标准 台湾解决之后还有下一件事情 那 这个绝对不可能用一批烂帐来交代过去 你是这个时间解决的话 就不可能是一批烂帐交代 刚好昨天 我也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我的那个 我在处理我的那个 我在找那个什么模拟器 就是那个APP可以在电脑上使用的模拟器 可是大陆的那些免费的程序 都常常会带一些很奇怪的案 那搞来搞去我就整个 很扯的是我的几个月接近半年的著作 都是票哦 一次山光光在垃圾桶都找不到 这怎么不做到的 我觉得很纳闷 那 重新开始写 因为我辈分的档案在 磁碟 磁碟是半年前的 因为它不是 简单的档案 它是一个 一个体系文件 我的著作都是体系文件 就像一个制作一个系统工程一样 就像制作一个复杂精密的一个零件 零件 一个机器一样 这个弄一点那个弄一点 这样子系统工程这样走的 那个文件 所以那个整个挂掉 哇 等于时间倒退 你没有办法说很快补回去 就昨天 就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就觉得煞到不爽 我这个要重写了 我只能重点把它 标绘一下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 标绘一下 标绘一下 哇一堆票不见了 那 就重新开始 开始在 也好 删掉之后重新再想过 重新想过 让大脑不会僵化 重新想过 但是很吐血了 那 整个再做一次整理过后 把它copy回来 呃 很窩火 然后结果 但是有个好消息 就是女巫说她要来了 我那时候在电脑上看到 心里就贫富一点 不然我现在 没有心情录影 我还愁眉苦脸 这个 终于有女巫要来了 这个 今天晚上 就等你做哨把来 这个乌龟王八斤 也需要一个哨把心 他才会 他才会 才会离开这座岛 不要再让他在那边盘踞 在那边消耗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 去缴那个电话费电费的时候 背后 因为那个 都有那个 新闻墙 就是那个 电 电视节目 在那个 他会放新闻 就是 因为本来我不看台湾新闻 因为我在缴那个电话费 中华电线那边电话费 那刚好 柜台后面有那个 放那个新闻墙 他是一排 后面放一个 电视新闻 那我就看到他 他 讲说 开始 害怕了 底下就开始争议 说 你到底要不要恢复两年兵役 说要延长一年 要求延长一年 结果国防部曾经说没有 国防部说不要 不要澄清一年 不要延长一年 他说那是蔡英文下任 卸任之后的事情 那代表他根本不想要延长嘛 因为之前那个 苏贞昌就要求你延长兵役啊 他说是美国人的命令 要求延长兵役啊 之前不是还讲说男兵女兵都要上吗 命令他们这些汉奸狗奴才 那个 可是国防部软 给软钉子了 就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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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 还要求2024以后 那就 缓兵器啊 拖延啊 然后底下 就说你为了选举就开始闹 啊 啊 国防部不会听他的啦 他会搞找各种理由啦 然后 他说你要抗中保台 你应该不是一不止一年要两年 要恢复到我们以前那种两年兵役 这怎么可能呢 啊 以前两年兵役也不能打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做好预备动作了 我之前讲那个林志颖那一次我讲过了嘛 对不对 两年也不能打 两年也不能打 因为那时候两年的时候 李登辉有这个苗头的时候 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氛围嘛 我讲过金石案就把他搞砸了嘛 之后金镜案再给他搞砸嘛 然后任期再给他剪 剪软到最后那 那都只是演戏的 哈哈哈 演戏都穿帮哦 不要说演戏了 演戏都穿帮啊 甲马尸都穿帮 所以然后这一次他也不延长嘛 那 基本 真正的民意是什么很清楚的嘛 不是你媒体和政客在那边喊的 那个 他是基本就是 他就是不想要进入啊 因为这是你们自己闹出来的事嘛 那就看结果 那他们可以说 基本上是单方面的 攻击跟接收啦 少数少部分的 还有美国在 在这边让民进党 派来这边的雇佣兵啦 那是佣兵公司来的 有 有佣兵公司嘛 我之前有提过嘛 就在去年就开始了嘛 去年就有那个佣兵嘛 就一直进入台湾嘛 但他来这边当教官的时候 发现这边根本就没有站立 你正规军不打 没有炮灰 所以他为什么 之前那个前面那个埃斯坡 跑过来说 你男兵女兵都要给我上 他基本就要重演那个 香港跟 乌克兰的那个故事 那个 那个 搞 搞雇佣兵 乌克兰 还有那个 那些很恶心的特工 来这边抓炮灰去打 那 像乌克兰那样子的话 他的雇佣兵就有在跟俄军交火了 那是因为乌克兰的炮灰多啊 而且乌克兰土地大啊 能打嘛 也有武器也能打嘛 那台湾是完全没有了 早就已经做好这工作了 完全没有 那他没有炮灰的时候 雇佣兵就很容易就 孤立起来 就把他给毙掉 所以 呃 台湾的朋友就告诉 如果还有在 部队里面的啊 就 就 一开战就要跑 这个这个我们 那我们那个二十几年前 就已经有这个 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这个心理想法了 那时候我讲过 我那时候两年兵役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说 真的要开战就跑 因为那是刚好过了九六年啊 那现在更是了 现在更是 防止有一些人不跑 还有像乌克兰这样子怎么办 那是缩短一期嘛 那临时征召过去的 武器都是烂的嘛 那你雇佣兵自己想办法嘛 雇佣兵自己想办法嘛 你有雇佣兵都只能掩护你的头目要跑 而且政客也要跑啊 你以为他会带来这里 这个小岛上吗 一下就被拿下了 他们才不愿意 这一定要继续 这个关键时刻来了 狂吹温 那种像有一些大V弄假的哈 假的大V 平常讲统一 现在在那边改口的 现在在改口的那几个 甚至怪枪怪掉的啊 那个就要把他抓出来啊 他代表 从这个关键时刻 你就可以知道谁争谁假 啊 除了金正恩之外 这个传奇也全部停了嘛 我还收到一个新闻这个 网友传来的传奇都停了 都全部都是实弹演习 所有航班实弹演习哈 航线通通受干擾 那都暂停 暂停就是看结果嘛 那结果的话基本上 呃 这个 武统流程很短 所以一点都不用害怕 而且新台币也会慢慢把它转换成 人民币嘛 就跟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情况一样嘛 乌克兰情况一样嘛 会有一段时间台币还可以用 然后他慢慢把他换掉 整个一劳永逸解决啦 一劳永逸解决啦 那就到时候我们就要修中华民国史 大家 如果你是 还在怀念那个很奇怪的政权的话 那就一起来修中华民国史 提供材料 修中华民国史 龟党 想念这只乌龟的 啊 可以在这里还想要参观那个活化史 就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一定会往美国跑啊 也去没活化史 还有些残疾在美国 那在这边就就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就好了 就好了 最好把那个什么 那个总督府的那个总统府把它拆掉了 因为那个那个我以前提过 他那就是乌龟风水 你自己看那个长相像不像乌龟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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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翘翘翘的高高的乌龟 他的建筑物 那日本人留下来的啊 日本流是日本的新英流乌龟嘛 结果那个蒋介石来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这个行政策适合我 断水流啊 就进来住 这就是一个龟尺 他自己不知道 他只觉得这很适合我 那个尖尖的那个样子 所以那个 我相信这个时间就快到了 不要犹豫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你不能退了 谁我最后我叙述一下 谁都不能不可能退嘛 美国是一二再再二三会来的嘛 我前面提过啊 那 中国大陆也不可能退了嘛 再退的话 你整个就要被 被被清洗掉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又不是傻子咯 如果真的要退的话 前几年就会有那个征兆了 他就不会一直军演了 去年前年就会有征兆了 他要退 那不可能退嘛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退的嘛 香港事件勒索都没成功 更不要说这个了 台湾更重要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 期待今天晚上看他怎么落地 啊